這隻是一隻洛種的紫羅蘭肉額 圈口是59mm 即是1.58唐寸 俗語有句說話叫做十紫九木 什麼意思呢 即是十件紫羅蘭的翡翠 有九件都整塊木頭 當然不是說它真的好像木頭 它的意思是紫羅蘭的肉質一般來說比較粗糙 特別是種水比較普通 譬如豆種、洛種甚至是冰洛之間 雖然它的種比較幼 即是冰洛種比較幼 比這隻幼一點 這隻是洛種 但通常顏色都一般 或者它的表面水頭也不足 比較粗糙的 所以紫羅蘭很難買到漂亮的 不是說沒有 比較小幼一點 漂亮的紫羅蘭是少的 一般市面上或者它開料開出來的紫羅蘭 要麼就很實 顏色就比較偏灰 要麼 漂亮一點的肉質比較冰 但是它的紫色就相對比較淡 那些就會貴 一定是貴的 而這隻的特色是什麼呢 這隻本身是洛種 為什麼是洛種呢 我一直轉你都看到 它是不是很多一點一點的晶體 雖然晶體算是比較粗 就是洛種來說 如果跟冰洛種比 它一定比冰洛種 它這個晶體是相對比較粗 但是 你看到它的水頭是粗的 都頗水的 頗柔潤的 而且它的紫色 是很深色的 我看看focus給大家看一下 它整隻的紫色是挺均勻的 是挺漂亮的 就是它是一個有色有水 但是普通的紫蘿蘭 價錢也不貴 是很深色的 那這些它本身的底 你打登看 底基本上是紫色的 它整隻的底都有紫色的色根 換句話說 假如你是 一個受辱的人 其實很容易 帶沒多久 即帶一段短的時間 就會將它裏面的 紫色色根 都會帶到現出來 即是說 但是有機會會越帶越紫 越帶越水 越帶越紫 你看看它的水頭是OK的 不錯的 假如你是想找一些 紫色比較濃一點 而不值是有限的話 是我很建議這一隻 我這一手貨 這個有幾隻回來的 現在好像賣成這一隻和另一隻 沒有 是這麼多的 真的只有兩隻 那隻我不太記得的圈口 好像也是差不多圈口 有些喜歡紫蘿蘭而不值又有限 又不需要太追求冰種 只是希望紫色比較濃一點 襯衣方便一點 這隻絕對抵玩 就完美的 這隻 完美無裂 還是我們一會兒 我還會再說回幾隻 因為我們更好